最近这个双十节前后 针对于中国对我们台湾的野心跟威胁 真的国际媒体有很多的报道 我先请教玉惠姐 包括英国经济学人的这一篇 说什么中国有一个战力的治台计划 光是这个标题就够吓人了吧 是的确我觉得经济学人会这样写 其实是因为习近平的野心 现在已经是让全世界都看得见 过去其实经济学人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欧美的国家 他们都忽略了中国的野心 忽略了习近平一带一路的野心 忽略了习近平中国梦 他想要做皇帝的野心 所以过去这些国家看待台湾 都认为台湾是麻烦的制造者 认为说当陈文贬总统那个时代的时候 都认为我们台湾在那边叫叫跳跳的 台湾有这么危险吗 台湾是不是在制造区域的 这个不稳定的因素 台湾是不是在制造问题 可是你现在从中国的一个表现 中国的态度 从习近平他现在的作为 你再再都发现说 原来现在中国才是区域安全最恐怖的 而且最不安定的那个因子 那所以经济学员这样讲 他只不过是把过去 这个可能欧美错误的观念给导证 然后也再次的印证了我们台湾人 对去过去一直到现在 我们对于中国的那个看法 那最近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因为彭博社的这一篇报道说 这个是不是只要一开战 中国一开战的时候 他们就会攻打这个台积电 然后美国就已经决定 说要把台积电所有的工程师 全部都要打包带走 但这个事实上有它非常大的困难 如果打包带走台积电的 这些工程师的话 那工程师的家人要不要带 工程师的爸妈要不要带 工程师的孩子要不要带 那台湾有台积电的地方 分别是在新竹台南跟现在的高雄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员工 分布在这三个地方 如果带一带的话 那是不是把台湾半个台湾都掏空了 所以这样子讲 当然这个或许是彭博社 他们在写的时候的一个写法 但事实上要这样子去做的话 当然是有它执行上的一个 非常大的困难 那我要再给各位看 这是今天刚刚纽石 在10月21号 对不起是2021年的 10月21号的一篇报道 纽石他在讲到 他说中国的战狼霸凌 失去了各界的信任 所以中国永远也没有办法成功复制台积电 在这篇他用了世界是平的的那个作者 弗里曼 他举例说 中国怎么对待马云 那中国怎么去制裁澳洲 去制裁澳洲的这个红酒 制裁澳洲的这个钢 铁砂这些 都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 其实他们完全不懂得西方的这些游戏规则 也完全不懂得这个民主的一个精髓 所以现在全世界已经对于中国是非常非常的警惕了 然后在这个当中 他这篇文章 Freyman他特别提到了说 他里面有讲到 他说台积电 你要构成台积电 为什么现在在全世界 台积电只能够在台湾 而且台积电他的高阶制程 在台湾是最成功 很难去复制到其他的地方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信赖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有提到信赖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你要把信任 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 你要把非常多不同的东西 你要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要放到一个地方 然后由这些工程师 他们来操作 不管说是他的这个制程也好 或者是原料也好 或者是这个机台也好 那这些都是我们台湾 只有我们台湾可以做得到 这是我们台湾之所以能够成为细顿的所在 那在10月10号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 他在这个国庆演说的时候 他再一次提到 台湾的半导体 我们的群聚 可以说是世界上面 这个过去我们没有看到 那很多人也讨论到了说 细顿对台湾到底是安全 还是另外一种危险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美国也好 或者是英国也好 或者是全世界 他们对于高阶的这些晶片 高阶的这些这个特别重要的 AI的这些制程 他们非常重视台湾 原因也在这边 所以其实美国 你在看待最近的一个新闻 美国拜登他在昨天的时候 那他怎么通知这个柯林的 以后就是柯林负责这个中国 所有你本来 这个中国的一些高阶的晶片 你可能16奈米的 14奈米的甚至于更高阶的 一些的这个晶片 你全部都可以进到中国去 中国可以进行一些的组装 进行一些的这个维修 现在全部都不行 而且你如果不管你是 美国人也好 或者是你是有美籍的华人也好 现在全部都是要你选边站 你要吗你就能离开中国 要吗你就要放弃美国籍 所以现在不管是人也好 设备也好 所有未来的这个物流也好 那美国是吃了衬托铁了心 就完全不让中国有再继续发展 高阶的晶片的可能性 那比较低阶的或许 那台积电今天又得到美国 这个有关于一年的这部分 那比较低阶的晶片可能还可以去 南京这边发展 所以这些都是现在全世界共同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现在大家所共同对中国所实施的一些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台湾人应该要看清楚的 没有错 讲到这个台积电的重要性 当然也要请教这个高雄的志中议员 台积电也是有要到高雄来去设厂的嘛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媒体报道 都很琢磨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程 还有这个供应链的部分 因为像张忠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如果那个人 当然他指的就是习近平 如果他是以经济利益为首 加重视这个经济的部分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很克制 就不会动武 来这个志中议员怎么看 我想中国对台湾的这个野心 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昭然若揭 那我想这个台湾的护国神山 除了我们的地理位置 就位于我们这个亚太的第一岛链的 中心的位置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矽盾嘛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晶片供应链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他们还特别用晶片来做一个 外交上面的一个操作 包括这个法案 包括一些其他的措施等等 所以当然如果台湾一旦遭受危险的时候 对于美国跟西方世界 一个最大的威胁 跟他无法承担的一个代价 就是这个整个晶片的供应链 可能会被断掉 所以就是台积电的重要性 那当然就诚如我们这个官员所讲的 你不可能把台积电 整间工厂都拌走啦 那即使中国占领了台湾 他如果没有这些人才 没有这些know how的时候 他光有一个空的工厂 其实他也英雄无用武之地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想要怎么做 就可以怎么做的问题 所以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国的二十大 这个要召开了嘛 那所以全世界都在看 包括现在所谓的不寒而栗的自台计划 还有要在台湾台北举办 所以胜利大游行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人来讲是好的 提醒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敌我意识 自我防卫的决心 如果真的不信战争要开打 我们能够去承受他的一种攻击 我们能够有这种自我防卫的决心